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繼續煲湯,因為天氣很熱 煲一下湯,用來清熱一下,去濕清熱 合掌瓜煲米蘋果湯 味道很棒,很甜 首先我們有少許的蜜棗,一粒一粒就夠了 因為我還有無花果,一粒就夠了 蜜棗的作用是潤輝脆淡,養生安神 通常我們煲湯都會下的 基本上每人都可以吃的,因為是滋蔭的 然後 夏天,我們的天氣很濕 不能少2米,去濕,很有用 我們用一粒的生意米,一粒的熟意米,完成了 生意米,終於說是清熱 主要是去濕,有少許微寒 所以我們要用少許熟意米去平衡 這樣什麼人都可以喝的 而且意米水,很有用 有時候去小便的時候,可能不太順暢 可能去來去去不遠的時候 你嘗試煲些意米水 喝一下,很快就好 接著我們放了兩粒的無花果乾 有了無花果乾,第一個味道 會好很多,甜很多,我們先浸一下 當然,它有什麼功效呢 終於說,它可以清熱新進 潤喉,潤肺 下火 即是最近醋的 煲湯的時候,無花果乾就對了 接著我們看看,我們這次的原材料 有兩粒合掌瓜 又叫佛手瓜 街市一定有的,現在這個時候很多 其實我買的時候,7元 買到三粒,我覺得煲兩粒就夠了 因為我還有其他材料 夏天吃瓜 冬天吃菜 我們多吃點瓜 煲湯 粟米一條,甘筍半條,蘋果 一個就夠了 原來小的蘋果,現在很多的 用兩個 一塊瘦肉 這裏呢 約300克左右 我忘記了秤 我那次買一塊瘦肉的 將它分開兩次煲 這裏 我買回來也不用二十元 其他東西 例如蜜棗,耳米 那些,無花果,已經浸了 材料不太多 夠煲一煲 一家人,三個人喝,沒問題 人多的 比例,加大一點就可以了 佛手瓜 兩隻,我們先去一去皮 佛手瓜 很威脆 主要的作用是清熱 即是 你覺得這陣子好像 熱到勻勻的 身體好像發熱 但又不是發燒 有一點咳,喉嚨有一點痛 在這個時候 喝它就對了 我肯定有這些精助 我怎會告訴你 我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今年特別容易 先去皮 選擇表面乾滑的 不要太皺皮 要加其他東西一起煲 佛手瓜 我覺得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我會加很多粟米 甘筍令它甜甜的 這些皮 不用完全去到這麼清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切細 就可以了 中間有粒核的 我就不要了 你可以留回去 慢慢來 我們起了核去 然後我們把它切細 這樣煲的煲湯 就快一點 我經常都是這樣 煲湯不會那麼大塊 因為我不想煲那麼久 讓它快一點 將它切細 佛手瓜 除了煲湯之外 其實可以煮菜 但是有機會 我再跟大家分享 這件事 它溫含很多豐富的維他命C 很多作用 減血糖 即是膽固醇 還有降血 都有用的 有少許甘筍 半條左右 夠了 因為我又想甜 但我又不想太甜 放了甘筍進去 煲湯會比較甜 還有 起碼有湯渣吃 小孩子都會喜歡吃 我們半條甘筍 然後粟米 調粟米 那些粟米酥 留回去 其實是有用的 降血壓 又可以降血糖 反正都是有益的 就放進去 有時街市會有很多粟米酥 我們切這些東西的時候 盡量用刀的中間 不要用刀尖 切下去 然後一一一 它會開 一條老粟米 這些粟米很甜 平時打火鍋 放少許下去 很好吃 就這樣吃都很棒 我們留下粟米酥 我們放在這個碟裡 這樣不會漏漏 麻煩大家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給你 一邊幫狗媽媽掃背 廚房好館 快去祈禱逛逛逛逛逛 麻煩 我加入一把蘋果 一個都差不多了 放在一起煲就很棒 因為我沒有賣蒜尼 接下來有豬肉 我街市這邊 很多時候有些豬肉一份一份的 可能三十多元份 我就買那些就算了 那些肥肉 我扔了瘦肉 切了去 放回冰箱裡 儲起 第一 用來炒菜 然後我們把豬肉 切到小小粒 第一 容易出味 第二 快點軟 家裏有老人家就對了 快點軟 然後一份 他又容易吃到 那 因為多個菜 因為湯渣挺好吃的 除了用瘦肉之外 你可以用豬骨 豬肋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其實一樣的 我覺得 有些骨頭當然香些 但我就沒有買了 我只放肉 因為我想多些湯渣吃 然後我們準備一鍋水 將豬肉出一出水 出水的作用 想煲湯清一點 當水滾起了之後 滾去三十秒 一分鐘 我覺得可以的 然後我們拿出來 洗乾淨 去表現泡 就完成了 這樣 很多豬肉 都可以 點少豉油 這樣就正 你可以看回我以前有條片 我記得有豉油的 上次煲冬瓜湯的時候 我調了豉油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以前的片 冬瓜湯也是很燒暑的 有些作用一樣 現在的天氣很多時候 好像中暑一樣 但又不是中暑 身就滾 喉嚨有點痛 有點頭暈 真的太熱 那就真的要喝湯清熱 然後我們把材料 拿去洗一洗 我只是浸了 但我還沒洗 然後我們準備了一鍋水 這鍋水的份量 2.5L左右 然後我們把所有材料 放進去 我家人少 那你們可以遷就你家人 根據比例 放大些煲湯 或者放多些盒掌瓜 都可以 全部放進去 煲滾 先煮氣 等一下 很快你會看到的 因為我是今年才煲湯 上年可能我不覺得熱 今年覺得特別熱 所以你看我不斷開始煲湯 可能年紀大 只是喝啤酒 是解不了暑 所以要煲湯喝 我們把肉放進去 然後我們滾起去 然後收慢火 蘋果也放進去 剛剛好 先煲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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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煲軟的豬肉 令豬肉出味 因為我的豬肉很小 令它出味 然後我先拿出來 因為長時間煲 豬肉會有很多飄零 會滲到湯裡 家裡有老人家未必適合 在這個時候 半個小時 我們先拿出來 或者短時間 20分鐘 15分鐘 都可以 拿出來 接著 湯可以再煲 30至45分鐘 完成了 然後我們先把肉放進去 它的飄零 會低一點 老人家比較適合喝 即是有痛風的朋友 這方面要小心 老火湯的痛風 是很厲害的 飄零是很厲害的 這個時候 你看到的瓜已經淋了 基本上可以了 我們回答一些鹽 就可以喝了 以前的人煲湯 可能煲三四個小時 其實老火湯 真的不適合我 有痛風的朋友喝的 一喝就可能會發作 因為飄零很厲害 我很多朋友都有痛風 所以我知道這些東西 可以喝 清熱燒暑 潤快 潤厚最主要 天氣這麼熱 一個不小心 很容易 就會好像 有一點點中暑 感暑 我們小時候 總之說 這裡要感暑 要喝涼茶 但涼茶很苦 平時 就喝好這些湯 去預防 以上事情發生了 麻煩還未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讓我按讚 越多讚 那系統 就會越會把那些片 推出去 真 加少許飯 又是湯飯 又可以當一個菜 來吃 可以煮少個菜 好 今天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多謝